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我是孙大中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每天在这时刻 让我们相约一起灵修 诗篇第一篇第三节 世人说 他要像一棵树塞在溪水旁 按时后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进度顺利 以色亚书二十五章第六节 静文说 在这山上 万君之耶和华 必为万民用肥肝摆设 言习 神能在敌人面前 为我们摆设言习 因此我们的心 要常常喜乐 做神所栽种 所培植的公益树 在地上见证 祂的恩典和荣耀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新年要快乐 我们思想 新年要快乐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 在新约圣经 路加福音 二十四章十三到二十七节 路加福音 二十四章的十三到二十七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首诗歌 《走进心的一天》 走进心的一天 心中甜美欢喜 口中放出的一句话 主啊我感谢你 赐下你的恩格 沐浴在你的爱里 呼唤着我的名字 把我带进你的岁月里 赐给我智慧 赐给我智慧 赐量和能力 跨越高山 航渡 洋洋洋派 吃穷与大地 决心 羊花 呼唤传遍 寸多深谷和消息 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一步一步走到底 心里 心里天心的时代里 抓我穿扬你 走进心的一天 走进心的一天 心中甜美欢喜 走进心的一天 口中放出的一句话 主啊我感谢你 赐下你的恩格 沐浴在你的爱里 呼唤着我的名字 把我带进你的岁月里 赐给我智慧 担恶 丹覃量和能力 跨越高山 esquer高山 海 向后发痕 走进 algu洋 却是要把福音穿遍 存过什么和消息 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一步一步走到底 心里天心的时代里 这话我传扬你 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 十三到二十七节 正当那日 门徒中有两个人 往一个村子去 这村子名叫以马五斯 离耶路撒冷约有二十五里 他们彼此谈论 所遇见的这一切事 正谈论相问的时候 耶稣亲自就近他们 和他们同行 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 不认识他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 他们就站住 脸上带着愁容 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 你在耶路撒冷做客 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 耶稣说 什么事呢 他们说 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 他是个先知 在神和众百姓面前 说话行事都有大能 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 竟把他借去 定了死罪 定在十字架上 但我们素来所盼望 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 不但如此 而且这事成就 现在已经三天了 再者 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 使我们惊奇 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 不见她的身体 就回来告诉我们 说 看见了天使显现 说她活了 又有我们的几个人 往坟墓那里去 所遇见的 正如妇女们所说的 只是没有看见她 耶稣对他们说 无知的人啊 先知所说的一切话 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基督这样受害 又进入他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 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路加福音》24章的13到27节 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 第15节 《路加福音》24章15节 经文说道 正谈论相问的时候 耶稣亲自就近他们 和他们同行 《路加福音》24章15节 我们就以这些经文 作为今天一块背诵 和默想的兴趣 《路加福音》24章15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正谈论相问的时候 耶稣亲自就近他们 和他们同行 《路加福音》24章15节 继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 今天的灵修短文 新年要快乐 当生命中所有的喜悦和快乐 被一脸愁容取代的时候 面对新年 我们要如何才能快乐得起来呢 对许多心灵受苦的人来说 度过年纪假期 还真是一大考验 谁能将他们 悲伤心门前的大石头滚开呢 这是长久以来的老问题 而他不变的答案 也永远真确 那就是时间 让时间冲淡一切 但是会拆天时 将着大石头滚开的 当我们庆祝基督将争的日子 永在的神 道成肉身 来到人间 就感受到天堂 从没有这么接近过 而根据地上的时间 这也是一年即将结束之际 那些已经离我们而去的故人 我们又更接近他们了 他们在永恒里 是好得无比的 那里的喜乐 永远不会消退 我们在地上会感到失落 不能停止这种感受 但当想到主爱我们 他抱着小孩子 给他们按手 为他们祝福 想到圣徒回到天家 到主那里去 想到那些我们所爱的人 将复活改变 永远安全 不孝我们在地上 随着年日 还会有许多改变 我们的心就喜乐了 爱是永恒的 时间和死亡 无法胜过它 而神就是爱 因为家人离别 以至心灵愁苦的人们 新年的快乐之法 就是越过人间的年岁 看见天上的永恒 这样 必能化忧伤为喜乐 上帝的话语 指引人生命的方向 上帝的灵 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 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 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 欢迎继续收听 孙大宗主持 旷野玛纳 今天我们思想 新年要快乐 这个题目 又来到新的一年 让我们互助新年快乐 这一年有美好的仗要打 有当跑的路要跑 优秀的处性会考验 我们所信的道 这一年神要怎样引领我们 是我们可以期待的 会有许多欢笑和祝福 也可能会有很多损失和忧患 但我们对神要有信心 因为神所良给我们的 都是最好的 我们虽有过去的经验 但神永远做新事 或许 过去的年 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很好了 但神能够叫我们更好 在这新的一年 我们仰望永不失心的神 叫我们的福悲满意 使我们能成为别人的祝福 神所定的日子 我们尚未度一日 祂的眼早已看见了 一切我们尚未知道 以及经历的 祂都写在祂的册上了 祂必定看顾我们 必定赐福给我们 诗篇115篇13节 世人说 凡性为耶和华的 无论大小 主必赐福给他 在过去的这一年 神已经恩待我们了 他还有恩待赐福给我们 因为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我们是基督的产业 是他草场上的羊 主必定会牧养我们 扶持我们 直到永远 我们虽不完美 还有许多瑕疵 主会借着他的灵 继续更新我们 帮助我们 因为生命性行改变 带来行为样式的改变 他会继续对付我们 不尽情的心 和世俗的情欲 使我们在今世 能过着自律公正 尽情的生活 每天的灵修 都是主给我们机会 按照他的话来调整自己 主要我们藏在他里面 他的话也藏在我们里面 这样我们不但能多结果子 凡我们所愿意的 祈求 他也给我们成就 使徒约翰把主的话记下来 并说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 他就听我们 知道我们向他所存 坦然无惧的心 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 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 无不得着 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 主耶稣不但是我们的标杆 他更是我们的喜乐和盼望 在这新的一年里 神会给我们有很多机会 效法他的爱子 说我们在他的旨意中 更深地认识基督 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我们奉主的名求 父就因爱子的名 把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 大卫说 他用美物是你所愿的得以知足 以致你如鹰返劳还童 在这新的一年 我们将享受神的赐福 也成为他人的祝福 有首诗歌说到 无论住在任何地方 耶稣同在就是天堂 这是一个在神的国里 有永生的人的写照 为这个缘故 新年要快乐 因为神仰脸光照我们 使我们心里快乐 胜过那丰收五股心久的人 你说 可是去年 我失去了挚爱的亲人 日子忙碌的时候 失落感还少 可是到了新年假期 闲暇之余 想起新人已不在身边 忧伤就为情不自禁地 涌上心头 这时 要想起主的话 每一每会 一位知名的主教 福斯特 分享过一段 他的人生经验 他说 死亡临到我的家 拿走了我挚爱的亲人 等我去看他们的坟墓 除了黑暗之外 看不见别的 心里怀着极端的痛苦 我走到森林里去 垂胸祷告 向神呼喊 知道我的心都碎了 我又在无言中 将面浮于地 试试看是否能听见他们 结果 只有沉默和黑暗 没有一线亮光 没有一点声音 福斯特 曾经花三十年的时间 研究灵魂 买了各种图书来阅读 但这些都不能 抚平他的丧经之痛 他说 我去坐在 在哲人的身边 他们所给我的 只是果皮 一类的东西 以前我读他们的辩证 很快乐 现在 只是叫我心碎 我孤单无助 在痛苦中 紧握着手 那种苦是我难以形容的 他又说 直到在黑暗中 听见主的声音 打破黑暗中的沉默 主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当他一想起主的话 这才彻底得到解脱 他说 就是这么简单的信念 让我有了信心和盼望 主耶稣已经写明了 这伟大的教义 他道成肉身 相互表明出来 并叫神的儿女 有永生 主耶稣不谈哲理 不去辩证 人有没有灵魂 死后有没有生命 而直接用他的权柄宣告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直接告诉我们 死亡不能使我们 与他的爱隔绝 在复活之日 我们还会与 至爱的亲人重逢 主已经吞灭死亡 将不能坏的生命 彰显出来 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 保罗说 他要按照那能 叫万有归服 自己的大能 将我们这 卑贱的身体 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 荣耀的身体相似 哥林罗前书十五章 四日四节 保罗说 所重的是血迹的身体 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 若有血迹的身体 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基督徒看死亡 不是永别 只是占别 是一会儿见 当保罗写 铁撒罗尼加 前书的时候 铁撒罗尼加教会 有些弟兄姐妹 失去了至爱的亲人 他们原本和信主的亲人 一起等候主再来 而现在 亲人已经离他们而去 他们心中无比忧伤 保罗写信给他们 安慰他们 勉励他们 不要忧伤到一个地步 像那些 没有指望的人一样 因为他们 还有指望 信主的亲人 不是死了 而只是睡了 睡了就表示 还要醒来 神会让已经休息的身体 好像醒过来那样 以色亚书 二十六章十九节 经文说 睡在尘埃的啊 要醒起歌唱 什么意思呢 你的死人要复活 地要交出死人来 人死的时候 归回尘土 但地不能永远 把死人留着 事后到了 都要交出来 一个信主 有永生的人 写出了地上的生命 主就接他的灵魂 到乐园里去 交代于有信心的 亚伯拉罕 一同得福 他好像 拉撒路那样 就在亚伯拉罕的 怀里享福 我们会舍不得 信主的亲人 离我们而去 但一个信主 离世的亲人 他所得到的益处 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我们深信 神为爱他的人 所预备的 乃是眼睛 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菲利比书一章二三节 保罗说 我正在两难之间 情愿离世 与基督同在 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 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 使徒约翰说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你要写下 从今以后 在主里面而死的人 有福了 圣灵说 是的 他们洗了自己的劳苦 做工的果效 也随着他们 信主离世的亲人 得到什么福气呢 他们在天上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嚎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主将一切都更新了 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 经文说 在头一次复活 有份的 有福了 圣洁了 第二次的死 在他们身上 没有权柄 他们的肉身 受了人要受的审判 他们的灵 却靠着神活着 所以不要让自己 长久忧伤 而要不断地注视 生命中神所赐的恩典 让温暖的记忆 以及对未来的盼望 存留在心里 信主离舍的亲人 跟我们只是占别 他们只是换了住处 去到了更美的家乡 信念对已故亲人的思念 让我们正式永恒 这是好的 但是不要忧伤过度 不要失落到好像没有盼望 从好处想 他们是永远安全的 他们已经永远与主同在 在那好的无比的天家 享受主给他们的福气 主耶稣要我们不要忧愁 他说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与基督永远的爱连结 我们眼光就能超越 属世的忧愁 看见属天永恒的幸福 主活着 我们的生命 就充满了盼望 弥加书七章八节 先知弥加说 我虽坐在黑暗里 耶和华却做我的光 弟兄姐妹 父母配偶和朋友 虽然先离我们而去 但主永远在我们身边 与我们同行 他们虽然不在我们身边了 但每一天我们不会缺少 主的陪伴和引导 感谢主 每时每刻与我们同在 他掺着我们右手 以他的讯言引导我们 以后还要像 接信主离世的亲人那样 接我们到荣耀里 想到基督的爱 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 新年又怎能不快乐呢 不要因为失去信主的亲人 心里忧愁 而要仰望主的话 死亡不能把我们 和他们永远隔绝 我们除了思念他们 还能指望当主再来的时候 要把他们带来 你心里若是有任何疑惑 有任何负面的感受 只管坦然无惧的 来到神深的宝座前 告诉主 主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当我们遭遇患难 他必暗暗地保守我们 用他的话将我们救活 使我们在患难中得安慰 感谢主 他向我们所怀的永远是 赐平安的意念 他的旨意 就是我们的平安 在新的一年里 我满心相信 无论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都不能叫我们 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里的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 充满我们的心 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 以马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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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通在掌握 神通在掌握 以马内利 神通在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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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你所许可 在内看为好的时间 所发生的事 相信你的旨意 是最好的 你把永恒 放在世人心里 教我们在面对新年 失去亲人的失落感 可以好好思想 愿你保守我们的心 叫我们因为 有活泼的盼望 活出永生的光彩 感谢你去为我们预备地方 也为我们预备了 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使我们大有喜乐 我们把这一年的信仰生活 交托在恩主手中 愿你为自己的民 引导我们走异路 帮助我们在你的道上长进 不坐一马五四路上 悠悠愁愁认不出你的门徒 而想起你的话 请你允许赐福的话 带进每天的生活里 见证你是又真又活的主 我们把这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苏纳忠 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牟着 我比不知缺乏 他使我贪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赛在青草地上 他使我的灵苏心 他使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牟着 我比不知缺乏 我来自住的宝宝 我来自住的宝宝